各位朋友大家好 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的亚洲行是否访问台湾呢 成了当前新闻的一个热点 据报道 佩洛西这一次亚洲行的首战是新加坡 佩洛西的代表团已经在8月1号的凌晨抵达了新加坡 然后在新加坡访问两天 有外媒引述消息说 佩洛西预计会在8月4号访问菲律宾之后顺道访问台湾 并且要会见台湾总统蔡英文 如果佩洛西的台湾访问成形 将对北京外交政策造成一个至今为止最大的冲击 特别是她将标志着习近平的大国外交和战狼外交的彻底失败 他们都玩不下去了 习近平上台之后呢 就抛弃了邓小平的韬光养晦外交 开始搞所谓大国外交 习近平的大国外交呢 它是针对美国而不是针对俄罗斯或印度这些大国的外交 而邓小平的韬光养晦外交 事实上也是针对美国来韬光养晦 并不是针对俄罗斯或者印度这些国家来韬光养晦 邓小平的韬光养晦外交呢 事实上就是中国不跟美国争夺霸权 在国际事务上接受美国的领导 避免跟美国发生冲突或者摩擦 集中精力搞好中国国内的事情 而习近平认为呢 邓小平的韬光养晦外交已经过时了 现在中国已经强大起来了 不需要再来什么低三下四 低声下气的韬光养晦了 中国在国际上可以跟美国平起平坐了 这就是习近平大国外交的根本的起点 他的内涵就是要和美国平起平坐 并且还要求美国要承认中国的这个大国地位 也就是承认北京和美国具有一个平起平坐的大国地位 习近平在推出大国外交之后 如果是美国真的就服转了 真的接受或者承认了中国的大国地位 同意和北京来平起平坐 那么就是习近平大国外交的巨大胜利 就可以作为他连任的资本 相反呢 如果习近平推出大国外交之后 美国反而变得更加的强硬 不但不承认北京具有什么平起平坐的大国地位 反而在政治经济上要打压北京 在外交上要羞辱北京 故意要让北京在国际上灰头土脸 北京遭到了美国的打压和羞辱之后 如果他们只能忍气吞声又不敢报复 那么习近平的大国外交就变成了一个自取其辱吗 那还不如邓小平的韬光养晦 因为在邓小平韬光养晦外交时代 北京在国际上是接受美国的领导 美国在国际上也给北京面子 所以当时北京在外交方面是很舒心的一个时代 习近平推出大国外交之后 在国际上就要和美国去争夺领导权了 美国在国际上也不再给北京面子了 不时就要打压羞辱北京 这就引发了北京进一步把大国外交 就发展为战狼外交 也可以说战狼外交 其实就是习近平大国外交失败之后的后遗阵 战狼外交他本来是想要解决北京所谓挨骂的问题 北京声称的这个挨骂 当然不是说外国人用一些什么脏话来骂北京 而是说外国对北京不尊重不给面子 这种不尊重不给面子 当然也就惹怒了北京 他们认为这就是被骂了 就是要进行还击 于是北京的外交官就用那些具有挑衅性的 进攻性的凶狠的语言 对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进行所谓的反击 为他们的大国外交的失败来挽回面子 这个战狼外交一方面是对西方国家的反击 另一方面更重要的 他也是表演给中国国内老百姓看的 北京的外交官要表现得他们对外国的态度异常的强硬 来掩盖他们在国际上遭受到打压和羞辱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在去年美国阿拉斯加举行的中美高层会晤 美国方面对北京高官的态度也可以说是十分的怠慢 连工作餐都不给他们吃 这样也等于是羞辱了北京 于是北京外事办主任杨洁篪就当面对美国人发飙霸气的回应说 中国人不吃这一套 这就是一个典型的战狼外交的例子 就是北京的外交官没有得到美国方面的尊重 反而遭到了羞辱 于是北京这个战狼就发飙了 这就是典型的战狼外交 战狼外交的背后呢 其实也就是反映出习近平大国外交的失败 因为习近平搞大国外交 就是要求美国承认北京具有一个平起平坐的地位 现在美国不但不承认北京有平起平坐的地位 反而对北京展开各种打压和羞辱 这当然就是意味着习近平大国外交的彻底失败 那么习近平大国外交失败之后就留下这个后遗阵 叫做战狼外交 现在战狼外交又面临了失败的时刻 这一次呢就是美国众议员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的问题 在佩洛西访问台湾之前 北京的战狼外交就达到了一个最高峰 这次已经不仅是外交部放狠话 北京军方也一起配合放狠话 北京国防部发言人说如果佩洛西真的访问台湾 中国军队绝不会坐视不管 北京虽然把狠话说到这样一个程度 并不是意味着他们真的要敢对美国动武了 他们也只是想吓一向美国人 如果是佩洛西真的到台湾访问的话 北京军方也并不会什么坐视不管这些动作 他们顶多呢就是像过去那样就是弄一些军机 环绕台湾飞一飞给台湾骚扰一下 或者呢在台海附近举行一些军事演习 也就是说呢北京打嘴炮的时候胆子很大 在动真格的时候他们胆子很小 不要指望北京军方真的会有什么真正的动作 但是呢这次的问题呀就是北京方面大话说出来了嘛 外交战狼把解放军也叫过来了 我们要一起向美国叫嚣 如果这次连解放军都出动都没有吓住美国的话 那反过来就是北京的战狼外交彻底失败 因为他们把解放军这张牌都打出来之后 就再也没有排可打了 再也吓不了谁了 所以呢如果这次佩洛西访问台湾成行 也就是标志着习近平的战狼外交彻底失败 而习近平战狼外交的失败 就会从根本上来改变北京的外交政策 因为习近平的这一套外交政策 已经没有办法继续玩下去了 到了一个不改不行的地步 另外现在北戴河会议估计很快就要召开 那么在北戴河会议召开之际 美国对习近平战狼外交又来一个超级的打点 也是等于对习近平的连任背后捅刀子 据说呢佩洛西将在8月4号访问台湾 我们就拭目以待吧 好今天先说到这里 非常感谢各位朋友观看我们的频道 希望今后继续得到朋友们的支持和帮助 明天见 明天见